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地球投入分析師黃詠雯 今天來分析大盤走勢 從美股到球開始講起 美股到球來講的話 上次做M投他還是做一個區間的震盪整理 但基本上昨天大漲了225點 跟今天台股也都沒有關係 那這邊來講的話 他還是在半年線跟年線以上做震盪 基本上他做一個收斂型的三角形 那有點破了他的下緣線 那最近可以觀察一下他是不是還有區區太破 因為這邊的話他比較危險一點 是屬於比較 可能會破在年線以後才有機會 在那邊馬上彈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那分析了國內外大事 在美股上之後 初次生理事業如今將至15年的地點 然後將至25.6萬間 顯下2000年4月以來最低的水準 7月財寶優於預期 帶動大型股上漲 下上人員股股肥揚 美股結束兩天的大跌走勢 到球指數昨天大漲了225點 那台股今天就是沒有來做多方的反彈了 那距離農業風光險 剩兩週的交易日 需留意高融資水位的個股 深房長將效益後 投資人賣股過年 那資金行情已經明顯在啟動了 從大型股去啟動 但是馬上不會馬上結束 尤其旁邊衛建爆量的時候 融資 融券持續判高的話 國內法人一樣行政報索下 趁盤是拉回修正的時候 可以弘低則有去護居 那在外資性期貨去騙貨操作下 衛建之前 英勇還有高點可期的 那年組會聲明美國經濟土地見成長 西亞大選結果以表示鈍化 以後每股財財一路去公布網幣 整體而言 多是大門空的 那在歷史指數方面 因為每股昨天大傻的話 昨天就稍微跌了1.6、8點 收在18.76點 那這邊還是有點做一個收斂型的三角形 那未來圖看看如果說它會往上多過的話 每股就會往下跌 看大概相關的指標 那指標在這邊的話 它有點低檔 這邊的交叉就不像是往前交叉了 它也是會滿滿符頓的走勢 而且是居多 那在美元指數方面 每指數跟東包大家講過的是94.53點 昨天跌了0.13點 那這邊還是屬於高檔震盪 還是沒有任何的敗向 沒有任何的敗向的話 基本上美元還是屬於強勢的機會比較多一點 那在費城半導體方面 費城半導體以後 做了一個收斂型的三角形以後 它有點下圓在跌破 那這邊指標有點死亡交叉 那或許可能會拉回弧度比較深了以後 它才有機會馬上找到機會 因為這邊來講的話 它這邊做一個三角形收斂了以後 未來這邊可能會來接近半年線這邊 最慘的話會接近年線這邊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可以參考一下它未來後來的走勢 因為這邊屬於滿弧度的走勢 通常指標在一紅一黑的時候 通常都是屬於盤折的階段 如果都是屬於長紅棒 長紅小黑 長紅小黑的話 都是屬於多多的走勢 大概是這樣區分 那在德國指數方面 德國現在昨天漲了26.9點 所以10737點 那這邊來講的話 它還是守在五日線之上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有點會轉張的性的會拉回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邊還是沒有任何的很大的帶項說 它要往回走了 只是說它有高點震盪的機會 那如果還是沒有突破新高的話 那拉回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上陣指數方面 上陣指數自成突破了前波高點以後 然後大概是收到3236點 跌了25點 那這邊就非常要小心的 指標有點背離然後往下轉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邊不排除 拉回深一點的話 持續還是向多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因為它基本上它漲了大概 1000多點以上 那基本上拉回 所有拉回都是屬於正常的 只要它拉回幅度深的話 其實投資人不妨可以介入這種 拉回往上漲的股票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那日經指數方面 日經指數方面 它有點在突破以後 它突破三條形的上緣以後 它這邊也是蠻類似混沌的走勢的模型 那基本上來講 現在全世界股市當中 都是屬於混沌的走勢族群 就是相信中整理 然後一紅一黑一紅一黑 然後去磨投資人的耐心 那未來有一個方向去突破的話 那個四就成形了 可以去沿著順勢而圍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韓國指數方面 韓國指數我曾經看到 剛剛它在半年線跟年線以下 進入我的空方走勢 昨天 今天大概跌了1.76點 手臂9.49點 那這邊來講的話 它會來接近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它會來接觸 年線跟半年線的位置 就大概是空手走勢的一些方法 那應該不會突破這個高點 那有機會 長範圍的時候 它還是繼續繼續往下走 除非韓國經濟良好的話 它有可能會突破它的高點 那基本上現在講的話 它木耐麥如果空方整理後 我或許會稍微整理過一陣子 才會有繼續的打底後 才會繼續往上走的機會 那西德多元遊方面 之前跟大包過 它從100塊跌到47塊 現在跌到44.53 那我曾經跟大包過 它一直都沒有底 所以這兩三個月來的話 其實它都屬於底部在打底的動作 那油價怎麼時候會阻底呢 它現在是在阻底了 那到哪個低點 其實大家都不會說很清楚了解 不過大部分就是來講 這邊底部 應該離底部不會太遠 只說看它什麼時候會有一個反彈 然後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那其實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油價真的是 最近比較便宜比較多了 那跟包包來講 它有一個景氣熏號燈 那在12月份的時候 亮了黃藍燈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除非紅燈的時候 是景氣熱落的時候 那黃紅燈可能 可能會轉向 綠燈是景氣穩定的時候 黃紅燈可能景氣會突然轉向 南燈會低迷 景氣會低迷 那台灣來講的話 連續10個月的綠燈 是景氣表示穩定的 那接近12月以後 有看到一個黃藍燈 其實大家對景氣不用太悲觀 這12月來講的話 再多頭走勢來講的話 它景氣如果賣過黃藍燈 其實對未來是還可以的 除非是應該怎麼說呢 應該說它持續三個月都是黃藍燈 我們就要非常小心的 不然的話 它一個黃藍燈其實對未來景氣 其實是無所謂的 它還是有機會慢慢的轉成綠燈 那我曾經跟大家報告說 未來景氣如果亮成紅燈的時候 那古報市場可能就要非常小心了 只要未來它有機會亮到紅燈以後 那未來古報市場就是非常可能 在高藍燈的時候就會非常要小心 不然其實在綠燈的狀況下 其實對主報市場都是非常安全的 那傢俱指數方面 傢俱指數今天收9361點 跌了64點 我也是今天賣了28億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曾經跟大家說 有機會會突破前高 那相當走勢的話 因為我每次看到走勢的變化 必須要跟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這邊它沒有突破前高 直接往下拉圍 這樣算是正常的 因為其實來講的話 它外資買上去買了1000多億以後 它這次跌回來 我覺得也算是屬於正常的走勢 未來麻煩它還是跌到一陣子了以後 亮說如果突破那高頂的話 或許這邊高頂就有機會被突破 這時候它只是斬波先拉回而已 然後不妨可以做一下指數的判斷 那這邊來講的話 它從山間曲線被斬過去以後 其實它回補這個缺點缺口的話是OK的 這有三個缺口 它回補第二個缺口已經算是正常的 其實來講的話 它斬波是拉回的話 對單身股數來講 其實是無礙於它多方的走勢的 那在OTC方面 它今天收139跌0.120 然後目前因為大家挖過 它在140的這個點位 非常壓力那麼大 一直持續都是這樣子 那它在年限就把年限這邊做一些 俠幅的震盪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還是沒有任何的機會 想要突破它的年限位置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現在還是屬於蠻伏頓的走勢 沒有一個任何的族群可以帶動OTC的處往前衝 那基本上來講 如果沒有帶動OTC的處往前衝的話 股價小型股的話表現的機會就比較沒那麼強了 那台積電外面今天收111貫跌2.5塊錢 那這邊來講的話 它突破了新高以後往下拉回 所以多頭股票來講的話 它只要突破高點以後往下拉回就算正常的 那注意拉回不要幅度一下子過於太大的話 或許還有幾乎往上漲 如果拉回的幅度太大的話 那就非常小心了 是不是已經做頭結束了 那基本上這邊來講的話 還看不出來說它有任何的做頭的機會 不過只是說它已經靠了台肌線 把大盤指數往上跪的過程之中 它今天大肌線做拉回的動作 其實也是算正常的處理的動作 那只要它未來會接觸這兩個頸線的 這個位置的點的話 大概130比例的話 其實都是OK的 也無上它拉回中的多頭走勢 那大力公來講的話 今天收平盤2640塊錢 然後突破新高以後 還是做拉回的動作 因為只要因為前面有壓力的話 它突破完以後 這邊的脈壓這邊會宣洩掉 當然如果要往上漲的話 就是要先做拉回 讓前面的脈壓消失掉以後 它繼續往上漲的空間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這邊拉回的話 如果要亮縮圖 放到高點的話 它可能繼續往上走 那這邊來講的話 它會暫時做休息的一陣子 那紅外來講的話 我曾經被包握 它有點像韓國的走勢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空頭走勢 被年限跟半年限壓著 那此次來講的話 奇怪了 怎麼覺得它這邊好像沒有什麼力 其實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都比較空頭走勢 那未來的話 如果說這邊的解套脈壓解決的話 或許它會繼續往前衝 衝到年限跟半年限的位置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種比較容易空頭走勢的話 你不要期待它非常有大的反彈性 它會反彈 但是不要說它會持續往上噴 那是比較不可能的 只是說它會有漲的空間 但是不會說非常的飆悍這樣子 那圖形說明來講的話 我之前跟大家兒媒體系列方面 就是DIF超越MCC是買進訊號 DIF跟MCC指紋叫做賣出訊號 那出狀況題來講的話 由負轉正式買進訊號 由正轉負式賣出訊號 那關門上的重點的話 後勢成的量需回升到千億以上 只需要強勢指標則會一定投降 方能維修多頭的格局 那現在指數位階也高 微在量能無法明顯放大致下 內骨無共將加強 而前肢股較可能出現震盪走勢 就是如果跟大家包括了 台積電大力光都屬於震盪走勢 可留意中小型類股的話 那如果未來OTC 它有量突破它的前方的半年性 年輕的壓力的話 或許它就往上走的話 那中小型各股可能就會 比較有機會往上漲的機會 那接下來要用骨牌排手法 排手法是因為骨牌是因為 它已經稍微在低檔 坐右盤底的動作以後 它有往上漲的空間 那基本上它現在碰到了 年輕的壓力那 不排除它會拉回以後 它持續再往上走 大概是這種走勢 屬於低檔的走勢 那最近我因為寫雜誌 有一些籌碼面的方法 跟大家來去分享一下 那上次分享有一個叫金鐘 那金鐘來講的話 它主力買張跟賣張的趨勢來講的話 它主力只要買張增加 賣張也增加的話 它就比較屬於多方的走勢 然後持續往上走 那主力買賣張張數的話 如果是負的話 表示說流入到小數人的手中 它往上走勢機會會非常大的 所以金鐘我覺得買賣超 大家來參考一下就是說 它從第一檔開始 我爆出一根主力買賣超增加以後 它就維持它的漲勢一直往上走 當然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它在這個方面的話 它在這裡 主力買賣超忽然增加了以後 然後主力買賣超加速是負值越來越大 所以它往上走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當然是這個意思 有這個方法可以讓投資人去參考 那重點就是說 主力買賣超的數值越大的時候 股價會越強 那買賣超差數 差值越大的時候 負值越大 股價也會越強 像重點客去做參考一下 那用利特來講的話 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從12月31號在今年元朗後 主力買賣張張數忽然就激增了非常的多 就是從百張到千張 然後你會發現說 欸 它為什麼會漲 因為主力有介入的機會 然後使它往上漲的空間 那主力買賣超賬數的話 這邊剛好看到說 它本來就七張二十幾張而已 現在報到229 導致說有少數人的籌碼 有少數人的籌碼 然後使去它有機會往上攻的機會 那利特來講的話 它剛前面這邊也是做混沌的不明 就非常的談整階段 然後最後在放完架雲檔過後 它就直接往上飆升 然後就後面有一張飆升的行情 大概這種飆古的話 可以這樣子去找它大概在類似的型態上 那利特就是說 也是這個意思 從1月過完年以後 它其實坐在這邊主力有買賣超有 不管有增加的機會非常的大 那主力買賣超加速變成負值的話 而是說 籌碼面由多數人 以上小數人的手中 它標準的一整段 大概的主力買賣超大概就是這樣去介紹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期的各位 本公司以往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神神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